好不过现在会再多一位参选人还很难说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今天在节目当中透露说 听说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打算在国民党全代会前连数参选总统 而挺郭派的国民党立院党团副书记长林思敏 也对侯友一喊话说 需要整合加快脚步 党内必须要端出更多的政策牛肉 把气势冲起来让民调直跌回声 说郭台铭在跟相关的人 尤其是台中中部地方的领袖们 他们正在帮他展开联署 要做独立参选 媒体人王浅秋在广播节目上 专访立委王宏威 两人都有接到鸿海创办人郭董的最新动向 即将在国民党全代会前向党中央出招 全代会之前 那么后于他的民调一定要显著的提高 像现在这样或者往下走 我觉得7月23号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在基层确实一片焦虑 王宏威到处忧虑 因为一旦郭董独立参选 必然会瓜分蓝白选票 尤其郭台铭在蓝营提名侯友宜前 就已经获得地方大佬力挺 这也代表蓝营各地派系 很可能会分崩离析 国民党就是乱乱乱乱 不乱就不是国民党了啦 蓝营整河南 而被视为挺郭拜的国民党立委林思敏 对侯友宜喊话 期盼母鸡可以加速整合 不然将影响到区域立委习次 呼吁党内要有气势 必须端出政治牛肉 新选票2024郭台铭扮演关键人物 万一撒卡都变成细卡都 选情势必出现变化 介绍我们洋花台北采访报道